台北市外華區 有男子常常酒後鬧事 而之前他因為在騎樓 跟一名和尚肩膀互相碰了一下 就暴氣叫囂 而且還拿出力氣揮舞 午後的街頭不平靜 一名粉一男跟和尚 以免擦肩而過 沒想到粉一男突然暴怒 邊轉身邊打碼 和尚你不會走路嗎 和尚也不是省油的燈 立刻罵回去 沒想到這個舉動激怒了粉一男 直接要跟和尚整面對決 兩人互不相讓 粉一男一氣之下竟然從口袋 拿出一把力氣 對著和尚不斷揮舞 叫囂恐嚇 而和尚全程都拿著 一雙藍色拖鞋來抵擋 彷彿這雙拖鞋被神明加持過 可以抵擋攻擊 事情發生在龍山寺附近的商店 男子當時因為跟和尚 肩膀碰撞的關係引爆糾紛 男子也氣得拿出力氣來揮舞 而他的朋友看到後 也立刻上前助陣叫囂 這名會力氣的男子 常觸摸在萬華市警方眼中的問題人物 之後床失控跟人爆罰週分 四月時也曾經因為聚餐辦 最後跟朋友爆罰口角衝突 也變成流血事件 不過和尚當下被嚇壞 隨手拿起商家賣的拖鞋防衛 事後也沒有付錢就跑走 他也擔心自己會吃上行責 行為人故意揮舞刀子 阻止被害人前進的行為 恐怕涉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強制罪 罪重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於被害人因為喪開的危險情況 而忘記結帳 可以向檢察官主張沒有切到的故意 僅僅因為肩膀被碰了一下 竟然就爆氣做事 砍原險些在龍山寺前爆罰 流血衝突 記者王韻君 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